各位同胞,我很荣幸能接替李显龙先生出任我国总理,以这个新的身份继续为人民服务。 在未来的日子里,我将竭尽所能,担起这项众人。 这些年来,李先生为新加坡鞠躬进瘁,做出了很多贡献。 我从政以后,他就向我的粮师悉心指导我。 作为我的内阁同僚,他也不断地支持和鼓励我。 我很感激他答应继续留在内阁,他将为我和我的团队提供宝贵的意见和看法。 新加坡今天的成就,是历任领导班子及我国人民辛苦耕耘的成果。 我和多数第四代领导团队是在国家独立后出身的。 我们此分感谢先辈们无私的付出和贡献。 而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全力以赴,再接再厉。 我们知道前方的路将出现新的挑战,也会有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处理。 这是因为如今的世界动弹不安,我国的社会需求也正在不断地变化。 但是我相信,只要全民团结一致,我们就能灵活地应变,积极地以新的思维和方法来克服挑战,为国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。 新加坡故事的下一个篇章正等着我们一起去谱写。 我和我的团队将和全体国人携手合作,群测群立,让我们大家肩并肩一起推动新加坡向前迈进,为你我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打造一个更美好的家园,一个更灿烂的未来。 谢谢。 谢谢。